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说话跟现在是一样了 我觉得他还挺怪的 一般人岁数大了以后会比较收敛 他翻着 他年轻的时候挺收敛的 年轻的时候攻击性并不强 他倒是倒过来了 那天我还想起武师教他自己的徒弟 就说老要癫狂 少要怂 就是说老来可以癫狂 小孩的时候要怂点 他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般说愤轻愤轻 很少听说愤中或愤老的 年轻的时候火气比较旺 另外我老觉得这种愤怒来自于这种 那时候人的这种体内的 对 这种分泌比较旺盛 那个新陈代谢比较快 激素分泌比较旺盛 王瘦给你的印象是个老愤青吗 他很出言不逊 你看他这种后来谁都敢骂 他从来就没逊过 但王瘦的语言给人印象特别深 就他小说和他 你看他的语句没有长句子 没有那种我们通常看小说的那种 传统的很文字化的那种语言 他都是短句子 而且特别口语 而且特别北京 他那北京跟老舍那种的又不太一样 跟那种老北京的味 他是那种 比方说他把很多 过去我们说不上台面的那种语言 不能登大爷这张语言 他都写到书里头 什么你压怎么着 什么装孙子 而且他发明了一个什么的 就是没有那个数量词 比如说我一哥们 他正规定叫我的一个哥们 他把那个个子会去掉 会去掉 他会说我一哥们 我姨什么女朋友 我姨什么什么 这种特别北京 马先生当年看稿子 看稿子 他有过一个评价 他说王朔和苏彤非常不一样 就像苏彤写什么三妻四妾的 苏彤能把没发生过的事情 他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 写的特别好像感觉有生活 但王朔写的 他就是写他自己的事情 王朔自个也说 虚构干嘛 我就玩 我就生活 我写我的生活 我写我这玩 写的都是真事 还是过去我们文艺创作有一个理论 叫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那首先叫深入生活 就是你只有拥有了这个生活 你要在线 或者说把这生活拔高一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文艺创作的一个理论 我想王朔基本上是这个理论 他一定要拥有这个生活 所以他过去引起社会关注 或者引起轰动的这些小说 不管是纯情类的 还是一些比如像橡皮人这样有深度的作品 都是他拥有过的生活 他这点确实是跟苏彤完全不一样 苏彤就是完全不拥有 妻妾成群 他那时候还没结婚 他写妻妾成群 说还没结婚 他那时候 把自己的幻想都写 他那时候我在青年文学 我们给他连着发过三篇小说 他那时候大二 大学二年级 来了以后 很年轻的漂亮小伙 四同长得年轻的时候很精神 是吗 对 他是苏州人 他其实不姓苏 他姓童 那么 那么 王朔他就是得拥有生活 你比如他写的空中小姐 他那时候确实认识一个空中小姐 我都是知道的 他写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写的有的地方非常逼真 也确实事情是那样 那时候人的生活 感情生活 能够真正的亮出来的 写的文学作品里都是很少的 刚才袁子说的 那个就比较对 他只不过是把生活中的 这个东西的真实的在线 那时候别人都不是真实 别人都是经过修饰 就换句话说 你看的人全是经济脸谱 这个人怎么没上光就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这人特别亮 就这么出来了 你还说这真是 你像我平常在北京 碰见俩人就特别高兴 一个是阿诚 一个是王朔 就是他这个说话 太好听了 太好玩了 一天就听他说 他你看 好像说是有个作家 叫什么凯鲁雅克 是不是 写的在路上 包括什么法国 什么探索文学 就有一种叫自动书写 我觉得王朔几乎就是自动说话 就是哇啦哇啦哇啦 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 比如说这话本来到这说完了 可是呢 还有一串一串的水词啊 就是说手拉手一样往外撕 他自溜自溜自溜 他就 他这个语言 对 有时候你发现没有 你在看一个文字的时候 你脑子里会转换成一种声音 一种语言 我看王朔的那种语言吧 我的那个声音里面就是北京方言 就他特别北京说的那些事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部队大院那些事 他其实呢 他的这个这个北京话 是非常不纯正的北京话 他是一种 就是说的 经过修饰的北京话 包括我都是这样 你别看我在北京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谁我到哪人都说 你一口北京话什么的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北京话 是不一样的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小学是在空俱纳院的 那个小学上的 我中学就上了那个预言团中学 就第一次走出这个大院去上学 我很多同学的话 我听不懂 他们说的那北京话 我根本就听不懂 就非常土的那种北京话 尤其南城的 就更听不懂 牛街什么的 对对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很快 你听不懂 那是我对北京话 有明显的感受 王硕是大院长大的 他就是军队大院 我也是 小说都是在大院里 我就觉得 就是你比如说像王硕 其实对我有个启发 当年 就是说 他这个小说 他这么写 开始让我觉得 原来这个 当然我也不是北京人 也没法跟他说的话一样 可是呢 给一个启发 就是说 原来人可以像生活中 这么说话 在上面也可以这么说 就所谓的说人话 说人话 但是再讲一句 一种很微妙的感受 就你们讲的这种大院 讲的这种北京 你看我小时候 在石家庄长大 我当我最早看到 王硕的这种语言 包括他描写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讲老实话 心里还有点不太舒服 这种不太舒服 是源于某种 是他对方的优越感 是我的自卑感 未见得是他的优越感 是我的自卑感 就是你知道吗 就像王硕这次说 什么众生平等 人生而平等 可是他是在 另一个意义上讲的了 在我看来 这个人 生而可是太不平等 包括这次 你看王硕 比如说讲 他们当年的这帮人 都是在大院长大 还有什么海盐 郑小龙 还有什么 包括最早 所谓第五代导演 很多都是干部子弟 所以说他为什么 他这里边说 他为什么张艺谋们 很悲愤 因为张艺谋那个时候 想上一电视学 多难 那其实在我们眼里 那个就是贵族 你比如说很多干部子弟 你能看到外国的诗歌 我们看不到 包括他就讲 包括搞摇滚的 当年催见他们 能够比一般人更早的了解 一些外边的音乐 所以说我为什么就老觉得 我喜欢这个什么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阅读自由 倒不是想什么颠覆政府 我是真的就觉得这个玩意儿得权力 得平等 要不然你就是傻貌 就这什么事 人家知道 人家先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就是傻貌 这个东西 一点都没有办法 那种大院生活 好像是给人有一种优越感 你比如说小人说 他们家哪的 他们家是总政大院的 我们是北影院的 他们家是新影院的 就同学之间 那个同学 他们家六建的 就是建筑公司的那种六建的 他往往是按照地域 按照他的生活环境 或者他们那个厂子 来区分这些人的这种背景 所处的那种环境 那时候我们文革以前 那时候有什么国防律穿那种军装 你如果那时候 男孩子女孩子 有一身军装 太酷了 叫什么狂不狂看米黄 那时候北京 就是米黄的裤子 你穿什么 我就普通衣服 我不是大院的 但是如果大院的那种小孩 穿一身军装出来 你羡慕死了 还有白边懒 都是那个年代的 就像什么事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说的 然后那时候男孩骑车 穿一白边懒 然后他脚掌 他不是用脚前掌 蹬在那个蹬子上 他用脚中掌 或者脚后跟 就啪的两个脚 这么蹬自行车 那种动作是一种时髦 就怎么蹬自行车 你都能看出 他是不是酷了 女孩就觉得帅 帅 然后那什么 还有降校泥 那个时候 就都是那个时代的 那种印记 你小时候 那时候有没有给 拍过婆子什么的 街头给拦截过 我们那时候 上学要走一条路 很远那条路 那时候都是 都是靠走路 排着路队什么的 一个院的小孩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 就老会有 从楼上来扔石头子 就因为我们女生 排着队往那走 那时候我觉得 都是那种小男孩 干的事 他也说不出为什么 也不认识你 然后看着一队女孩过来 他就往那扔石头子 他主要是有一个形成的背景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政权的成立的时候 就是进入北京以后 他是以军种来划定区域 他形成院落的时候 你知道他这个构成特别复杂 是来自于各方面的精英 所以能在这里住下的人 都是来自各地的 所以我说他的北京的话 并不是纯正的北京话 叫新北京 新北京话 他是要因为要沟通 你比如我从小在空军大院长大 我父辈的那些人 说什么方言的都有 我爹是个说山东话的 那么所有的你听的这些话 都是大家向一个语言去靠拢 向北京话靠拢 要不然大家沟通有问题 你说江浙话 我说山东话 大家互相听不懂 不原来有那么个笑话吗 就说当兵的 说山东人就说 你家属来了 家属是指 你老婆从乡下来 那时候军人来了 老婆都在乡下 对对对对 说让我摟摟 然后这男方就误会了 说这我老婆让你摟摟 就我的家属 怎么让你摟摟 山东话 摟摟摟摟摟 都听不说不清楚吗 这摟摟实际是北京话 北京话 王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你就说刚才我就想 这王硕的讲 说共和国初期政治上经济上有个特点 就大家都拿工资 但是军队干部拿的工资比地方工资都高 就是政治经济上的双重优越 但是现在他感到一种某种幻命 比如说他原来住的北京复兴路那一带 是吧 这地方变成一个二等地区 房屋破旧 人物的精神面貌完全没了 优越感是丧失殆尽 你知道他是 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们的那段生活 让我觉得成为最近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年龄 就是人在青春时代 他可能记忆是那时候生活是最深刻的 所以他当他进入中年以后 或者以后他有的生活 可能未必会像那时候他的生活那么精彩 那时候可能很贫穷 大家都两袖清风 也没什么好乐的 就是那点在一块打打个架 什么什么完了挣点钱 到老末去搓一顿 就这种日子 很清贫 但是那时候可能有很多非常好的记忆 所以这些就是变成他后来的那些素材 马先生你跟王硕这么熟 你解读一下 你觉得这是一什么人 这是一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王硕 从内心上讲 我觉得王硕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 他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他内心一定是比较软弱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了 能够坚强一点 因为我跟他过去接触非常多 就是这些年接触少了 有时候一年半年 那边就见面吃个饭 也都是扶皮聊烤聊聊天 过去因为那时候他是文学梦 对他来说文学是他当时唯一能走通的一条路 而且他确实在文学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过巨大的成就 对我那天偶然的翻我小说集 空中小姐就是王硕的小说集 是因为我儿子最近认识一空中小姐 就说因为他认得王硕 他就说我看看他不是写过一个吗 我瞧瞧他那是怎么回事 找他一看 结果我一看我才发现 书上写说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 责编是我 我当时提到责编1988年出的 很小的一本 收了他三篇小说 王硕当时他你可以看到他写纯情的时候的那个能力 他之所以有那么细腻的感觉是他内心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我想他写没有这种感觉 一般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他对女孩比较好是吧 然后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都没捕的事 他说语言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很不屑 好像很完事不公 其实内心是有非常柔软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对 他打动人不是那么随便就能打动 这人多难打动 真是 不过那天我就是听见好多人聊 就是说他出来就说 这基本上就指点江山 把这个近一年来吧 有些什么火的人火的事 这王硕基本上是是是敲打了个遍是吧 哎 然后呢 我就发现呢 所有的人都在说他他干什么 一般人就在猜动机 是说他这 为什么 我觉得啊 我我我我个人感觉就有说这个什么 为了一小小妹妹打抱不平的 对吧 也有说呢是要出书了啊 也有说呢是要那个弄那网了呃 所以要出来发威了 也有说是沉积了十几年 是吧 这是后机现在要喷发了等等 我觉得有可能啊 全都是 也全都不是 因为啊这个我觉得人的动机啊 太难测 咱们现在就喜欢说人动机 对 可是实际上啊 人心深似海 其实你根本弄不清 对现在有一种阴谋论就是好像一个事情的表面嘛 他一定不是表面的这样的 一定是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一定是有什么黑幕 现在大家好像就已经不相信他所看到的那个表面现象了 他一个人心里啊 琢磨过点什么事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出来放这么一炮 甚至是他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说的 这些东西啊 我我我觉得你只能看结果 你你很难说 所以我就想请教马先生 他说了这么多 引起这么丽丽浪浪很多反响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吗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比较熟 我们过去啊在一块聊天也都是东西狼头西一棒子 我觉得他这种这种 我觉得没什么目的性 我能看出来 就是以看公布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也不在场 说的时候东说一句西说一句 我觉得可能是跟记者有关 因为记者采访的时候呢 可能抱着各种目的就用这句话刺激刺激他一个 用另一个问题刺激他一下 就说了我觉得天上一角地上一角的都是这种状态 那么我觉得王硕有的话可能是有的是经过很很缜密的思考 有的可能也就随口一说 那么他是我觉得他他是宁肯胡说也不能无说 就是反正总是有的说就是一顿胡说呗 但是他你仔细听他的话他不是说每个话都没有道理 对他他他有的话有的话我觉得是说过了但是呢呃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是我的感觉就是话操理不操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圆子从这个女性角度怎么理解哈 因为我我为什么想起这事呢 就是他呀哎我发现有件事我跟他巧合 但是动机不一样啊 不要说动机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要将来搞这个写作的这种 网站然后点击吗收钱吗 这个钱怎么办呢 全捐给女孩子 就是捐给那种上不起学的读书的女孩子 他说我也不要我捐女孩子 但是呢我捐女孩子我不是无条件的 就是说别以为什么施恩这没没没没什么要签合约的 你要死后捐身体就捐捐器官捐脚膜 等于说我拿这钱我买你这个东西 但是我我我我我自助你 哦那他变成一个一个长长线条的一个一个一个 而且这次表面上看来还是说 为为为为小姑娘打抱不平嘛 所以我就说你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怎么看 呃 因为我不太认识王顺可能见过一两次吧 但是他呃 他前妻是我们单位的是我同事以前 曾经也听他讲过一些他 一个人是前夫一个人是前妻 他肯定是对那时候呢 我们因为都是小姑娘在一起会聊些你男朋友怎么着 我男朋友怎么着 所以也会间接的听他说一些那时候的好玩的事吧 当时就觉得嗯哎 觉得这就是王硕这人挺有意思的啊 你知道当时那个 跟他来爱的时候我们团还有那个领导接到过电话 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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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孩 认识一个小孩那那个那是个坏孩子 别把你们的女孩给带坏了什么的 可是当就是按照父母啊和长辈的这种观念当中 好像那是一小混混好像没有工作没有职业 这不是一个正正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但当时我们就觉得哎这是挺有意思的写小说 然后呢觉得挺活得挺有创意的 活得挺有个性的 嗯 本来那时候我说过他说他那个他们有时候那个在陶然亭那边吗 因为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他们夜里边会裸泳在陶然亭的湖里边 哎呦我们当时听的觉得太美了 太太有意思了 觉得那时候你多大二十多岁吗 哦那时候你就觉得裸影裸泳特别美是吗 很美啊 我觉得很有这多有创意啊 一般人不敢这么做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所谓传统艺上的这种好女孩 会有时候会喜欢上一个那种所谓的 呃桥不逊的那种那种那种坏孩子 嗯 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种好女孩有时候内心会很狂野 你知道吗 他的这种狂野 他都不能作用在自己身上 他会投射到一个他喜欢的男孩身上 你看啊 你说的这个事我就想起王硕在小说里也曾经说过一个 说人的记忆啊都不可靠 就关于这个裸泳啊 我就有一个记忆 但是我现在都闹不清楚 是在王硕的某一本小说里看到的事 还是那个时候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事 我现在我分辨不清 就是说就是男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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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半夜里跑到游泳池 嗯 也是去裸泳嘛 就就周周周围没人看见 那男孩子就这就挺挺挺坏的挺调皮的 爬到最高的那个跳台上嘛 下来结果直听 干脑涂地 没水 没水 我现在都忘了这是在王硕小说里看来的 他小说里有 是在小说里的吧 我怎么哎真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在露天月光下那种罗云我觉得挺挺浪漫的嘛 挺浪漫的 哈哈哈 现在整还觉得浪漫吗 哈哈 越来越浪漫 哈哈哈 这有什么步呢 哎 现在的社会跟过去有很多不同开 过过于开放 过去的社会过于闭塞 所以大家那个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大 嗯 很多人都幻想过此事 就包括不会游泳的人 没错 不是有人喜欢在沙滩上裸奔吗 是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 因为极度贫乏极度闭塞 但是呢 那个快感了跟现在没法比 你你那个时候的快感现在可没了 你说也没电脑也没网络 对 没那么多趣的也没有夜店 就在一块啊 那时候还愿意什么呢 聊个文学啊 聊个精神啊 喜欢的很喜欢这些 那个时候说拍脖子 其实也不是要干嘛 我觉得是能拉拉手 哎呦我就触电子 我说拍脖子